你这个女人会朝天的报应的 你知道 你会朝天的报应的 中族出了五次回 我原谅她四次 这一次我不能原谅她 眼前的女人是22岁的彭冰冰 彭冰冰告诉我们 当初她和初恋芒语走到一起 本以为生活会继续甜蜜 可孩子出生之后 王家人却让她独自一人外出赚钱养家 如今甚至连孩子都不让她看 感觉自己的家就是一个牢笼 深深束缚着她 过得十分压抑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2岁的她究竟遭遇了什么 彭冰冰告诉我们 丈夫王宇是她的初恋 2018年两人办了场隆重的婚礼 她本以为甜蜜会继续 可这一切都在她生了孩子后就变了 孩子刚满月 王宇一家人竟然让彭冰冰出去赚钱养家 不然就连孩子都不让她看 我儿子带他们家的话 费用啊这些东西 包括我孩子的衣服什么的 都是我买的 他们把我的资料 就是说从学校提出来了 不让我见我的孩子 面对王家人的态度 彭冰冰只希望赶紧结束这段婚姻 可作为母亲 还有无法放下孩子 如今她只希望能够将孩子带到自己身边 然后远离王家开始新的生活 彭冰冰带着记者来到了王宇家中 此时只有王家父母在家 两位老人见彭冰冰回来了 显得异常冷静 然后我作为一个妈妈 我想让我的儿子有更好的教育 有更好的一些良品方面的 包括以后的路 彭冰冰直接了当地提出 自己回家就是为了孩子 她要离开这个家 并且必须带走自己的儿子 可一旁的王家父母 却表示从未亏待过她 也没有阻止过她看孩子 彭冰冰明明是王家名媒正举的儿媳妇 如今她却无缘无故突然提出要离开 两位老人表示无法接受 彭冰冰气愤地掏出手机 大声说出了自己在这个家受的委屈 彭冰冰说在自己怀孕期间 丈夫王宇竟然去找了她前女友 这就是对她的不忠 而王家父母也站在了儿子那一边 没人关心她 可一旁的王健新 却显得异常气愤 急着要解释 王健新今年60岁 王宇是家里最小的儿子 他告诉记者 当初儿子王宇与前女友是异地恋 正是彭冰冰的介入才分手 当时因为彭冰冰已经怀孕 他要求儿子必须对其负责 那一次就是让儿子过去与前女友正式分手 并不是彭冰冰所说的出轨 很显然 彭冰冰对王家父亲所说的这一切都知情 他也接受了这样的事实 而更让王家父母觉得蹊跷的是 他们为儿子与彭冰冰办了婚礼 可彭冰冰一直拒绝去领结婚证 彭冰冰一分钱都没有 你污蔑我了对不对 你作为一个中风 我觉得你还是放到的 彭冰冰一一数出自己为家里置办的家具电器 可老人直接否认了彭冰冰的付出 说结婚以来他一分钱都没花在家里 王家父亲认为这一切都是彭冰冰的借口 他之所以急着离开这个家 其实另有原因 他们不得不怀疑彭冰冰如今想离开 就是因为变了心 可面对这一切 彭冰冰显得十分冷静 他不愿意再与两位老人谈下去 最开始彭家父母曾经反对过这门婚事 可彭冰冰却依旧选择了儿子王羽 两人感情一直很好 王新健不解释性情大变的彭冰冰 究竟遭遇了什么 当天下午王羽赶回了家中 眼前的男人是28岁的王羽 从外表看起来憨厚 老师不像彭冰冰口中所说的那般易怒 给了就给了没给就没给 这我问了 被老师就一说出了 你们孩子同学你们把我踢出来 你看这些鞋子都是我给他买的 你看一下这些东西 见女友回来了 她显得手足无措 一时不知该从何说起 一旁的彭冰冰更激动了 带着我们往他们的婚房走去 彭冰冰直言 自己七年前就认识了王羽 开始了她的初恋 2018年 两人举行了隆重的婚礼 婚后的生活 却没有彭冰冰想要的甜 我是想跟她过日子的 因为一开始肯定是喜欢 后面不喜欢 孩子出生后 王羽出了一次车祸 休养了一段时间 王家人便让彭冰冰出去赚钱 彭冰冰觉得这样的生活 她无法忍受 便一直没去领取结婚证 两年时间已经过去 彭冰冰越发觉的 这个家就是一个牢笼 将她束缚住了 可作为母亲 她又无法放下孩子 不知该做何选择 是留还是走 面对彭冰冰的说法 一旁的王羽却不以为然 你打到她吗 没了 我得了请说 你看看那个样子 我打到招呼了 中途出了五次回 我原谅她四次 这一次我不能原谅她 王羽仿佛压抑了很久 终于说出这句 本让她难以启齿的话 妻子的不忠 让她抬不起头来 可这么多次的背叛 她一次次选择了原谅 就是因为爱她 自己对彭冰冰一直摆一摆顺 重话都没有讲过 更是从未动过手 所以我跟她 整理感觉成了这个样子 就是因为那个男子 不要她了 那个男子 还在我发心情那里 我这里还有那个男子心情 这个东西我不会承认的 因为这个东西 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我根本就不认识 王羽的手机里 还保存着陌生男子 发给彭冰冰的分手短信 对方试图劝说 他回家好好生活 他直言彭冰冰的性情突变 正是因为他在外面的男友 提出分手 他无法接受这样的打击 才会回家来无理取闹 我要必须什么都抑制他的 我才能和平 跟他和平的过生活 婚礼过后 两人还育有一个小孩 王羽早已将彭冰冰 视为家人 正是彭冰冰的行为 一次次伤害了他 如今王羽不再选择原谅 更不会让彭冰冰 将孩子带走 一旁的彭冰冰 却突然激动起来 你要跟外面过 你先跟外面过 我们就分手了 不愿这样子落下去 但是他还要来这里 你还要收获 真的是 你们老是冤枉人 他们冤枉人 你知道吗 说这些话让我非常激动 知道吗 彭冰冰大声指责 王家人对他的冤枉 并表示王羽所说的都是假的 都是王家人污蔑了他 并急着要离开 此时 王家父子三人 就这样看着彭冰冰无动于衷 彭冰冰的父亲彭强表示 今年十月份 女儿在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被诊断为适应障碍 并且住院治疗了十天 医生判断完全恢复 可以出院 在彭家父母看来 女儿经历的这一切 都是因为在王家生活造成的 而在女儿住院期间 王家人都不闻不问 如今还心生嫌弃 从彭冰冰母亲杨英的话语里 我们不难听处 她默认了 女儿曾经犯过错误 背叛了家庭 可她气愤的是 女儿为王家付出不少 只是后面犯了一次错误 王家人却将这件错事 视为她住院的病原 不仅不原谅她 反而对生病的她多加指责 甚至向弃之不顾 在父母眼里 女儿彭冰冰 虽然性格乖张 但还算懂事 自从嫁进王家后 女儿成了他们家的经济支柱 压力过大 才导致她内心压抑 面对如今的处境 彭家父母希望王宇一家 不要再逃避责任 先以彭冰冰的健康为重 一起商量解决方案 记者再次找到王宇 王宇显得十分真诚 他大方表达对彭冰冰的爱 直到现在都是 生完孩子后 王宇因为出车祸需要休养 他便带着彭冰冰 一起去了广东老公 可在这段时间 他就慢慢发现 女友不断与别的男人交往 我说现在你遇到我 不管我什么事情 我都会站在你前面 为你导致 所谓一切的事情 你能解决不了的 我都可以帮你解决 在外面受了什么刺激 或者是受了什么威胁 你都会告诉我 我不管他躲在哪里 我都要去找到他 因为我不想看到你 说到动情处 王宇红了眼眶 刚开始认识彭冰冰时 他觉得对方 是需要他去保护的人 而他也做到了当初的承诺 从未亏待过彭冰冰 王宇坦言 自己整晚也无法入睡 脑海里想的都是彭冰冰 他也不知该怎么办 王宇是家中最小的儿子 一直备受家人疼爱 遇到事情 也只能求助父母 为了让事情尽快解决 彭冰冰的父母 带着女儿再次来到王家 可一到家中 王家人就直接表示 彭冰冰的状态 与他们家无关 罪魁祸首 是他自己在外经历的事情 听到这样的说法 彭冰冰的母亲杨英 再次激动起来 自己家活泼健康的女儿 嫁到王家后 就变了一个人 至少王家人 应该反思自己的责任 而不是泼脏水 此时双方父母争吵不休 他们都忘了 彭冰冰的内心感受 因为青春期父母的缺席 彭冰冰十分缺爱 才会在15岁选择王宇 并坚定地要结婚 做了错误的选择 彭冰冰又不敢与父母 提起所有的痛苦 只能她自己 用幼稚的肩膀去扛 导致内心十分压抑 20岁那年 婚礼后的彭冰冰 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 父母不支持 公婆不理解 丈夫不关心 无所事从来 她变得慌张 四处寻找出口 不顾及对与错 面对这一切 旁边冰的父母 也有着很大责任 孩子的成长路上 父母必须陪伴之道 王宇看着眼前的女友 有点不忍心 她纠结了一番后 主动提出自己 可以尽能力 去承担相关治疗费用 她愿意去承担这一切 但无法原谅彭冰冰 对她的背叛 这一段开始太早的恋情 最终还是酸涩男人 双方都尝到了苦果 最后王家再次表态 先让彭冰冰遵照医嘱 在家好好休养 如有治疗必要 他们一定会承担相关费用 而在这里小编也要提醒 所有的父母 孩子在成长过程中 每一步路都需要你们的陪伴 而不是仅仅满足 他们的经济需求 精神上的陪伴更为重要 好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留言评论转发 长按点赞强烈推荐下 我们下期见